我们去苏州那个把电脑那个电池修一下 还没下去都好一下 早点去 好了 说法的回归走了啊 说法的走 今天突然发现我这个笔记本电脑 后面这个盖子鼓起来了 后来我拆开了一看 大家看这个电池已经鼓抛了 拆掉以后发现这个苹果电脑电池鼓抛了 刚刚我和那个苹果这个收货服务联系 还好 这个周六同意我去苏州他们制影店 可以重新换一个 不然的话自己要换要一千多块钱 希望周六新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看来苹果收货服务还是挺好的 大家你看 还拆掉这个板子拆掉以后才发现 电脑用了有三四年了 质量还是可以的非常好 出发了 准备去苏州中心苹果店 导航显示三十一公里长 马上到苏州工业园区了 苏州高楼林利亚园区 还是蛮现代的 今天这个前面这个像这个乌云密布 这个到了秋库的脚下了 大家看一看 这个地方是苏州CPT中心 这个就是秋库 好了到了苏州中心地下停车场 找个地方停车 那个地下停车场大了 里面就像高速公路一样开了好久 苏州中心到了 苏州中心估计在华东 或者在全国都是最大的各国中心 是苹果神 苹果神 苹果神 苹果店好大 二楼 渡州中心这个苹果置饮店 是亚洲最大的苹果 线下置饮店 在和苹果售后服务工程师沟通 他帮我进看了 就是他后面的那个电视鼓签了 然后网上一查他说要 那个 他说是赵 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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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苹果 苹果 同意给我们更换新的电池和电路板 下午我们顺便游览一下大苏州 我现在来到那个东方之盟的脚下了 哇 好雄伟壮观 苏州的标志 东方之盟的正面 也就是东边 就是美丽的京畿湖畔 我本地的一个朋友邀请我们到大办公室来喝茶 马上来带我们去看一下特别的一个地方 看这个港子还是有点老的 有点历史 其实散落在苏州民间的一世 言之言味的老宅还没有开发 看看就是这个封墙带瓦 不过已经年久失修了 基本上没有人记住 这个地方也只有本地人才知道 所以旅游是看不到的 好老板开街带我去 冬天蒙蒙的很美的 非常漂亮的 这个村去到旺山里 旺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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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空气是好 对 这边好 哇 旺山里面环境真好 哇 这个水清得不得了 在这边角度要好一点 像仙境一样的 这是一个峡谷 尤其那一块对吧 对 哇 上面你看云雾了 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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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的倒影过 好漂亮 哇 这个再漂亮了 这个角度 哇 像仙境一样 这边呢 这个呢 你看看啊 这个 哦,这个是茄子油,这个是空心菜油,你看看,这个是黄瓜呢,这个是黄瓜,黄瓜油,你家这个搞的很有特色,多少岁你啊? 上面长的这个是什么,叫仓谱啊,对,我回来了啊,回归,回来了啊,看看,看看,我乌龟的下面,壳子,花纹嘛,漂亮的。